可以見到這兩件衣服裏 其實我們都採用了一個 非常適合夏天穿的哥金沙免料 用這種免料主力是一個比較透涼的免料 可以見到其實我們在這條裙的納嶺的位置 都用了一些打扎的手法 會表達一個納嶺中式的設計 是更加前上化的 而在外套的位置的手袖 也有一個打扎就做完一個小的三口袖的效果 而見到矮模特兒身上的服飾 都是以今季最流行的粉藍為主要 顏色給人的感覺是有一個很軟軟和舒適的感覺 希望透過這些自然的綠色 配搭上油味的粉紅色 就形成了一個可以誇張的一個風格 好 謝謝 謝謝 我們中藝的旗布主要都是有分長、中短的 在模特兒身上這條的印花旗布 它全都是用針織去做的 右手邊這條它就是會有一個針繽的旗布 左手邊它是用Line的設計的 其實在夏天穿這些旗布 中式的服裝都很適合去配戴一些比翠的手飾 可以見到其實他們現在戴的手飾上面 現在都是有一些純藥的軟環和芥末 還有芥末 芥末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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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而這個服裝最適合在9至11月 還有一個貨櫃的穿搭 你可以看到其實我們旗簿已經改成一個 A型的散熱設計 是更加可以令到我們平日都可以很舒適地穿 再看到旗簿上面其實這些釘花 都是以一個全人手的手工去釘 去做一個細節的 可以展現一個成立花位的立體感 而在我們左手邊的艷小岸部上 就是作為一個冷氣外套 它亦都有一個低調的中式人數 可以看到在前面有一個一致的樓扣 就很適合入場的一些配合